出身台东的摄影师张敬义时常带着相机探索台湾各地的美景 而对于东海岸的景致与鸟类生态 也都留下了许多珍贵的画面 而为了把热爱乡图的情感化为行动 张敬义在柜田酒店以及美丽新台湾围题来举办摄影展 现场有数十幅的作品 也邀请乡亲朋友前来欣赏 展开双翅在空中翱翔 就像承载着张敬义想要探索各地美景的梦想 不停地飞舞着 在展场内不仅有鸟类与生态的摄影作品 还有许多台湾各地的美景与风土人情 这些珍贵的画面都是由台东书生的摄影师张敬义所拍下来的 虽然他年过七旬 但年龄却没有限制他对摄影的热爱 时常背着十几二十公斤的器材 深入景点探寻最佳的摄影位置 捕捉最美的瞬间 受到了台东美学馆的邀请 张敬义来到了柜田酒店 以美丽星台湾情为题 举办摄影展 我喜欢爬山 所以我有喜欢就是有一种感动的 看台湾的那个山水 从高山上看下来之后 看到让自己有一种感觉渺小 但是会让自己会好像熬悠在天空那种感觉 而且我常常会把我自身 我在摄影的时候 我会把我想我是在里面 里面一眼 比较有那个灵魂的感觉在里面 所以每一画的创作都比较有 有我自己的灵魂 然后我也希望说 大家能够看 欣赏我画的人 能够把我的心灵感受 不用我解释 大家能够就能够感受到这样 张敬义投入摄影创作相当多年 经常游历各国以及台湾各地拍摄 也拥有着许多获奖作品 透过他的创作 乡亲们可以用不同的角度 来欣赏东海岸的美景 甚至是全台各地的绝美景致 美丽星台湾情张敬义摄影展 从即日起到6月底为止 欢迎乡亲们前往欣赏 记转前轮 台东市报导 请不吝点赞